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讓姥姥高興就好 在下不敢求什麼賞賜 你這張小嘴還真甜 姥姥,在下句句由衷 既然如此,姥姥我更不能不賞你了 說吧,你要什麼? 姥姥,如果姥姥真的很甜在下的話 請姥姥教我,挪一大把 挪一大把 你這小子眼光還真高 你怎麼知道姥姥我會挪一大把 你這小子真是機密 進點好的學 行 到我身邊來 這... 怎麼?姥姥我又不會吃了你 你这种心机 岂能瞒得过我 像你这种见风转舵的东西 我最恨不过了 我是利用你 把你顶在城给带过来 姥姥 小翠 别怪姥姥 我没把他留给你处置 这种人 不值得你为他化工 甚至他的血 我们都别吸 免得坏了我们自身的修行 请你一下 暂闭一会儿 是 大将军从从而来不是为了何事 我是来求见爷王爷的 大将军 阎王爷的份批公文 待会儿就到了 请大将军担待劫 好吧 我就在这儿等他了 大将军不是在杨世间追拿了书经姥姥吗 怎么会来到地府呢 好 我是为了妹妹小天的事来问孟婆的 大将军问的是 我是问他 这凡人在转世投胎之后 要如何才能恢复前生的记忆 这 相信大将军已经碰了钉子了吗 你怎么知道 这孟婆的工作原本就是要人忘却前世 她又总会告诉你推幅记忆的方法 就算他有也不会告诉大将军的 这又是为了吗 倘若这人人对前世都能记忆犹新 那又何必投胎转世呢 唯有忘掉前世才能修好精神 再为来世造福积德 如此因火相连循环不息 才不是真正轮回的意义 一旦修得功得圆满 就像大将军一样 不如轮回不如生不灭 这才是人生最高的意义 哈哈 没想到判官你也说了出这一串大道理来啊 这让忠某刮目相看 佩服佩服 不敢不敢 要不是上回大将军赶走的肃经姥姥 下官这条命恐怕早上在肃经之手了 这会下官给大将军自谢了 理所当然之举 何必沿谢了 日后大将军共有需要 下官尽力而为 哦 如此出来我倒得先谢谢您了 我面白天 尽量 甚至自己 看起来 去 给你 这个 需要 这 想要 先 19 tudo, ычно也有很多音樂劉璠齊еры, 呉色惠敬的看來。 我全部阻礙了解一些凌�의יים。 我每次都近上去。 如果我幫所以, 我去看這個。 LANцион. 她在哪裡?她現在在哪? 她在姥姥那裡 什麼?姥姥? 姐姐,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救她 我不能讓她被姥姥傷害 姐姐,你先別急 以我看,姥姥沒有要傷害她的意思 你怎麼知道? 要害她,又怎麼會要我去救她呢? 況且姥姥現在正準備親手把她救醒 如果要害她的話,需要費那麼大的事嗎? 那就好 姊姥 寧財神,生死安慰 真的對你那麼重要嗎? 沒錯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或許這就是關心嗎? 或許 這就是所謂的愛情 天底下 有這樣的愛情嗎? 我知道 但是我無時無刻都在思念著她們 掛藉著她們 我相信對方她也是這麼對嘛 那 這種愛從哪裡來呢? 不, 或許是從陳哥的兩個字嗎? 小翠, 您問這個幹什麼? 沒什麼, 好奇而已 其實, 我始終覺得你的本性並不壞 那又怎麼樣? 只要你能夠真心待人 我相信別人他也會真心待你的 小翠, 不要再幫姥姥坐熱下去了 這樣只會讓你自己陷得更深, 害得更慘 你自個兒心裡也明白得很 違背姥姥不會有好下場 可是我們總要努力學習去反抗 不, 或許你可以, 但是我不行 我做得到, 你一定也做得到 我們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當然不同 你以為我和你一樣嗎? 從小生長在觀幻之家 不醜吃不醜穿, 養根除藥 時時有人客戶著, 初初有人打點的一切 你以為我和你一樣 有個宁采誠 一個真心愛你 你也真心愛他的人 你錯 我們不懂 我們完全不同 你知不知道我十二歲就父母說嗎? 你知不知道我十三歲不到 為了養護年幼的弟弟妹妹 就把自己賣到妓院去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哪裡懂得什麼叫做捷克 可是需要每天身上實惠的裴經效力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 哪裡懂得什麼叫做人情世故 是他卻要在老保寒閨女之間 求得深層之道 在那種疲憂生涯裡 我才會忘了什麼長得真情 每天看著那一張張醜惡的嘴 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去體會真情 你知道嗎? 我學到的就是說謊 虛偽 貪婪 嫉妒 我的深層之道不過就是委屈求全 你說 我們相同嗎?我們相同嗎? 小翠我 好不容易 我勇敢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沒想到卻又落在老人手裡 我知道 這又是永遠無法超生的烈 但是我用我生前所學的方法 你來生生 姥姥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知道只有這樣子我才能夠生存下去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一直都不知道 你有這麼悲慘的過去 就算你早就知道 那又如何 至少可以讓我多疼愛你一點 多照顧你一點 多關心你一點 那又怎麼樣 是能夠改變過去我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還是能夠改變限量我所要面對的一切 就算不能改變 就算不能改變 我相信 至少也可以讓你對人多一點感受 多一份信心 太遲 真的太遲 小翠 不不會太遲 只要你自己肯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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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嫦工 你快走吧 你為什麼要救我出來 如果你待在親年庫的話 姥姥一定會害你的 救我出來 這本話姥姥責備你怎麼 以前我也許會怕 但是從現在開始 我再也不怕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想通了 只要是為了愛去做的事 聽一下就沒有什麼好可怕的 愛 你說你救我 是為了愛 你說的愛是對誰啊 當然是對你啊 對我 這 這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不可能 我是說 雖然我們見過很多次的面 可是我對你從來就沒有那種感覺 而我也從來沒有看出 你對我這種情意 所以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 你一直說 你不愛我 你叫我該怎麼說才是呢 我在這場裡會嫌棄我 我不夠好 有曾經 小嘴姑娘 你別難過 我不是嫌你,我是... 你是什麼?你說,你說 好 我問你 你懂的什麼是真正的愛嗎 我愛你